自3月18号行管令生效以来 怎么算电费,怎么交电费都成了一大难题 为此国能推出了几项应对方案 首先国能的员工无法上门抄电表 那么就暂时用上个月的电费作为估算收费 等国能的员工可以上门抄写电表 算出实际用电量的时候 多付的会挪到下个月或者在下个月的电费单中 而少给的国能也会在来临的电费单中收取余儿 再来行管令期间没有电费单 电费要怎么还呢 其实民众还是可以透过MyTNB的应用程序 或者是到MyTNB的门户网站进行缴费 此外国能为了减轻民众因为行管令期间带来的经济负担 在国家经济振兴配套之下 也推出了电费折扣的政策 有些民众在收到了3月份的电费单之后 发现根本没有折扣 但别担心这项津贴还是货真价实的 因为这项津贴是从4月1号开始算起 为期6个月的时间 一直到9月30号为止 所以3月份的电费并不包括在内 这项折扣无需申请 家庭用户中小型企业人人有份 既然这个折扣是人人有份的 那么为什么还是有些人会觉得自己没有接受到好处呢 有些人获得2% 有些人获得50%的折扣 在网上就引起了所谓分配不公平的争议 拉曼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黄景荣博士认为 国能配合行管令给予的折扣 大家争议最多的就是分配的问题了 争议最多的其实那一块就是分配的问题 因为每一个支出的时候 它的一个很重要问题是谁得到多少 谁得到谁得不到 如果你得到你得到多少 那么这个东西就跟切身的利益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当你一事情 一跟切身利益有关系的时候 我说你不管是放出海外任何国家 任何的网民 它其实反应都一样的 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得到 其实折扣的算杂本身并不是那么的复杂 只要详细的去理解 就不会觉得不公平 根据不同的用电量 我们其实可以大约推算出 用户是B40群体 还是M40或者是T20的群体 每天省着使用家庭用电量在200kW以下的B40群体 和家庭富足 能够每天享受到空调的家庭 如果说要公平的 同样给予50%的折扣的话 前者获得的是一个20多令吉的折扣 而后者则可以享受到好几百块的优惠 这不只是让优惠变得不平等 更加会让资源分配变得不平均 毕竟对前者来说 20令吉可以是好几天的饭菜钱 但对后者来说 好几百块也未必足够他们的一餐 同样是一笔50%的折扣 看似公平又简单的处理 实际上引发的问题却更多了 再打个比方 如果电费津贴的方式 是给每个人都分发50令吉的津贴 这对于小户家庭来说 50令吉不只是电费津贴 更是一种资金上的援助 因为用不完的折扣可以带到下个月 再下个月 以此类推 这份援助就会像浑雪球般越来越大 但对于一个月要还400令吉的用户来说 这50令吉的津贴却没有这么大的效果了 折扣有了 但似乎还是不够的 甚至还有网民说 我不缺这2%的折扣 我缺的是另外98% 难道政府就不能资助人民 让电费全免吗 我想电费当然是可以免费的 一切都关乎到政府的财务能力 我自己个人反而是不觉得讲说 任何一样东西基本上要完全免费 因为当我们完全免费的话 它就会造成无谓的一些浪费 让水电费全免 这听起来就是非常美好的安排 但实际上政府的资金也是来自于人民 所以鲤鱼的津贴越多 人民要付出的也越多 虽然说只是2%到50% 我们都要花总共10亿来承担折扣电费的情况 当我们要更高的折扣的话 政府要付出的这个代价就也高 这个还是关乎讲说 政府有没有这个财务能力 大家不要忘记 政府的钱就是国家的钱 国家的钱就是人民的钱 当我们要给更多的这些津贴的时候 我们就有必要去收更多的这个税 那么大家也知道 尤其是在今年了 我们的经济其实是没有成长 或者是经济可能会萎缩2% 或者可能到5%这么样多 在这种情况之下 肯定的税收会减少 我想我们应该要去平衡 讲说目前 每个商家每一个人民所受的这个痛苦 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 跟未来的人民要去负责 还这个债之间呢 要取得一个平衡 看过了算法和分析 其实国能推出这一项折扣率 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 能够均匀的分配资源给社会大众 但奈何计算方式和分配方式 对于一些人而言有些复杂了 让人民无法完全理解折扣的好处 民间有怨言 政府自然应当关注 但大众也理应胸怀同利心 明白只有公平的分配资源 我们才能共度时间 再次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